羽羊交融 太极也有名 殷羽羊 左手无硬 右手无羊 他在干嘛 他 看不懂 羚羊相生相克 又相容 蛮族 龙虹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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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这颗玉灵蛊 我要 这两人该不会都想炼制玉灵丹吧 据说玉灵丹炼制极难 但若成功品质也是极高 给我目前的炼丹水平肯定不及它们 若想要赢 必须得另辟西境才行 又扯不住了 尽点力 完了 斗丹大会第一关 在香燃尽前 练出一颗二纹回灵丹 我给你 是黑色真火 不未见过 是电出的丹能吃过 我以为夜晨的金色真火 就够特别的了 想不到还有黑色的 只能说大千世界 无奇不遥 诸葛前辈 依您之见 这次窦丹大会 谁最有希望拖冠 选你 据说这个小女娃子 的炼丹天赋啊 年轻一辈中 几乎无人能计 连一些老辈炼丹师 都不是她的对手 共有传言 若她不过十六岁 便能炼至四分灵丹 被称为 弹指玄女 出的 玄女 据说这个小女娃子 的炼丹天赋啊 年轻一辈中 几乎无人能计 如果想要赢 必须得硬皮蹊径才行 我没看花眼吧 她将同时在念两颗四分灵丹 若是玄机灵 还望向同时炼制两颗灵丹 笑话 怎么 打不过还要哭鼻子 这七星 好熟悉 黑色赵 金色正护 果然是你 不过还要哭鼻子 不过还要哭鼻子 还要哭鼻子 我哥 你 你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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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这么久也闹够了吧 再打下去 我可就要叫我们长老来 把你们都丢出去了 小姑娘 这丹城可是不尽正端的 你威灭太 血头 我说过不要让事的吧 别忘了你的目的 是血垫的人真可怕 是血垫的人真可怕 为何针对我 喂 刚才要不是我帮你出头 你就危险了 是不是该谢谢我 我也不要你大礼相赠 把你的真火拿出来给我看看就行 看真火 真火小事情 但能不能让我先报名 这也是小事 你姓什么 名什么 名 陈夜 姓 浩天 浩天陈夜 好了 这是你参加豆丹大会的身份预牌 千万别弄丢了 那你给我看真火咯 当然当然 小姑娘 下次见面再说吧 有意思 希望你不要食言哦 走 走 想不到 这斗丹大会的场面 比三宗大帝还要大 三宗大帝说白了 只是南楚三宗关起来玩 但这斗丹大会 可是南阔南北二楚的盛事 这丹城 竟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 丹城一直保持忠义 奉行人人皆可来炼丹的宗旨 以至于地位尊崇 无人敢得罪 丹游姐姐 真是你们呀 小月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 斗丹大会有很多好的丹药出现 叶城 不是在三宗大帝受了伤吗 想 想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到治疗的丹药 叶城这小的头花